在节目开始前 请到我们的Coffee 加入我们的会员 我们的事工需要你的帮忙 加入会员之后 就可以到我们会员专属的群組里面 现在就是我们建立社群的时候 现在就是我们必须找到 可以彼此信任的人的时候 现在就是找到 共同价值观的人跟家庭的时候 里面只有支持AI News的人 也就是说 他们全部都是支持我们价值观的盟友 不管你在乎的是家庭教育 后院农夫 还是你只想要在你的社区里面 找到可以信任的人 在混乱的时代里面 增加你跟你家庭的生存几率 都请你加入 好的 现在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节目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Felisha 我是Eton 看到一个让人感觉到非常惊骇的新闻 从来没觉得说 这是如此的厚颜之无耻 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 那这个事情具体是什么呢 就是旧金山 首次有一个非公民的人 人可以进到选与选举委员委员会里面 来上班 来负责 所以看到网上这个报道 英文报道 真是大声疾呼啊 说完蛋了 我们的国家完蛋了 为什么呢 说因为 首先就是我们的边境 有数百万的非法入侵者 开放边境 而且他们越来越多 持续的进来 然后呢 他们就开始让一个根本就不是美国公民的人 也就是说他没有 他大概连居住权都没有 我这样猜测了 就是他 就是拿了一个签证 可以在美国待着 就是他根本 他就是没有选举权 他也不能投票 他什么也没有 他就不是美国公民的人 居然让他到了政府部门里面去上班 而且还是在选举委员会里面来负责选举的事情 然后呢 这一个女生啊 来自香港 叫做Kelly 黄 那 这个非公民进入到旧金山的选举委员会 这人是谁呢 她是来自香港的一个年轻的女生 叫做Kelly黄 那她最近呢 就被任命为是旧金山的选举委员会来服务 那就像刚才讲的 他根本就不是公民 而且他来美国时间来的特别晚 他2019年才来美国 他2019年才来美国 到现在大概不到五年的时间 他居然就进入到了旧金山的选举委员会 那么这个旧金山选举委员会呢 是有七个成员组成的这样的一个机构 那他负责干什么呢 就负责监督 这个城市 旧金山是选举部门 而且他们还制定政策 那这个Kelly黄呢 她是一个什么呢 她是一个移民权力倡导者 啥叫移民权力倡导者 我就查了一下 就是她所在的组织也好 或者什么 她一直都是呼吁 就是非公民 也要有跟公民一样的权利 就他们可以去投票等等等等 那么她就成为了第一个 被任命为这个选举委员会的非公民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决策 而且选举 对我来说啦 这是一个对于民主的一个侮辱 这表示什么你知道吗 就表示说他们根本不在乎选举 对啊 他们一开始就知道说 这个选举是他们说什么 什么就是什么 选举出来结果是什么不重要 所以她才会给一个完全不重要的人 跟这个国家一点关系的人 然后她一定是 她的理由一定是什么 哦 我虽然不是公民 但是我是居民啊 这些的政策也是关系到我的生活的 各方面 你太了解左派的套路了 是哦 反正他们的说法一定是这样子 大家要知道这一点就是 这个不是 你是居民 你就有权利在这个地方 去指挥公民 对 你在这个地方 你是次等公民 直到你成为公民之后 直到你考完试之后 直到你付 你做该有的程序了之后 你才可以有 这个资格去做 公民做的事情 我觉得也不叫次等公民吧 就是这个国家 allow 允许你住在这里 但是这不代表说 它就允许你 让你有跟公民一样的权利 你有资格改变这个国家的政策 对啊 那不然不然 为什么要考公民吗 对 你如果要所有人都一样的话 那你直接你就说 我这我就是一个大铺盖 谁来都行 然后谁说什么都算是吧 你就是当个猴王 你就占山为王 你就是怎么着的 这根本一点法律 啥都没有嘛 对 然后他是香港来的 他应该非常了解这一点 因为香港对大陆的 中国大陆这个观点 也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 哎呀 中国大陆的人来香港 怎样怎样怎样 他们万一可以投票什么什么 现在他来美国 这样做一模一样的事情 对 有没有羞耻心啊 太恶心 太无耻了 而且公民这个投票权 如果是跟你们想 讲的这么神圣的话 嗯 我们不是应该尊重公民的投票权 对 你怎么会去让一个这样子的人 来管理其他的人 去做这个样的事情 我觉得 我觉得民主的制度到底是什么 其实是被我们扭曲的 被这个世界扭曲的 香港人跟台湾人 还有美国加州这些的人 纽约这些人 对于民主的扭曲 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人 他这个 被appointed之后 他的访问 就是他在上电视讲了一段话 其实在两年前我来到三藩市的时候 我就认识了很多 原来三藩市有很多权利的 很多权利是非公民 移民都可以享有的 包括就算你不是公民 都可以去做委员 去影响政策的 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华裔 或者亚裔的声音都比较薄弱 特别是识讲中文或者其他语言的人 更加少是有个代表性的 在议会上面 所以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样 我就觉得我很想代表我们移民的声音 其实我们都一样有交税 我们一样对社会有贡献 但是我们政策上很少有我们的声音 在华人权益促进会任职唱盗的 王永军在香港移民 他今天在三藩市市参市 佩斯金培同下宣誓成为选举委员 作为非公民的他 形容成为选举委员的过程 历经不少挑战 上任之后 他计划在决策方面为移民 和不识讲英文的选民发声 提升移民社区的投票率 选举委员职责包括监察选举 确保选举公平公正举行 怎么样 我就觉得这个新闻报道 好像也就只能这样写了 因为他不能再多写了 他再多写他要写什么 再多写就说 非公民怎么去管人家国家选举的事了 对 太奇怪了 太奇怪了 而且你 我在想 他是要民选的吗 还是他是可以指派 他是指派的 对 OK 指派一个这个东西 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畸形的一个 在美国 是在蓝色的州 我不知道 就旧金山的人 看到了这一则新闻之后 如果你一直在投民主党 你还会想要再投民主党吗 民主党指派一个非公民的人 去管美国的选举 你能想象吗 这是多么光明正大的犯法 可是他们又用各种各样的理由 就是这个不是犯法 然后怎么样 又打官司又怎么样 就说这个不是违法 就完全在扭曲法律 就法律在他们手里面 一点意义都没有 就哪怕每个人都知道说 这太不合理了吧 就是每一个人都明白 哪怕他没有读过美国的法律 大家也都知道 非公民怎么能管美国公民的事呢 对 其实真的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就是说什么 我住在那个地方 我就有权利要去做这样的事情 我有缴税 他说我有缴税 我也有履行我的社会责任 这不是你非得要待在这吗 你可以不用给美国缴税 你不用待在美国 问题是 谁请你来的 哪个爷爷把你给请来的 你不是死皮了脸 自己非得来的吗 不是 你来了 你还想在这白呆 税你也不想交 你交税不应该的吗 你上哪个国家不交税 你在香港待着 你不给香港缴税 哪个爷爷 怎么着 就是给你脸了 让你来 你还大摇大摆 你还大摇大摆 说我交税了 所以我就得管 不用你 谢谢 你有这些话 请你回去吧 美国不用你交税 你一年赚多少钱呢 美国缺你这个税钱 缺吗 对不对 反正你也是左派 你交的税钱 你也拿去杀美国人 对吧 你拿去供应度态诊所 我还不用你呢 你看没有你交税 多活多少个小孩 你交着税 跑到这来侵害美国人的权益 谁用你交税 你回去吧 香港那么好 对不对 你回香港 我看他还有简历表 他还在英国留学 你去英国也行 哪个国家缺你这爷爷 你赶快去吧 对吧 但是我们就是通过这样看 你会发现 其实这个人 他不是普通的老百姓 也就是说说白了 他跟我们 或者是跟绝大读书 就他说的什么代表移民生 他根本就不是one of us 跟我们 根本就不是一类的人 为什么 他我跟你讲 我看过他那个领英上面 就linkedin 上面那个 他有在哪里上学呀 有什么什么 我去看一下 你如果 他如果要是不是说 就是特别笨 然后留级 留过几级 如果他是按照正常年龄上学的话 这个人的年纪比我还小呢 他 你别看他长得像四十 他才14岁而已 对啊 我18嘛 你别看他 长得像个 就是四十岁左右的 这样的人 就是跟你好像差不多 同年纪的人 其实不是 其实他 如果按照正常 就是他如果没留过籍的话 他按照正常的那个时间 他大概是比我小两岁 这样一个女生 然后 再一个 就是 你 如果 其实他英语算蛮流利的 你会发现说 他曾经有过频繁的初学 就是出国做交流生的这种经验 然后等等的 你会发现他家庭 其实不是一般家庭 一般家庭 谁能负担得起 孩子老往国外跑 都负担不行 没有那么多钱 他哥地一直去英国 又去这 又去那 然后那么多 所谓的包装很漂亮的 这样的一些经验 这不是家里钱堆出来的吗 那一个是 要不就是家里有钱 要不就是上头有人 对吧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我本来以为说 香港人的英文都很好 因为曾经被英国统治过 但是后来那也是 就是老一辈的事 就是你现在看 香港的年轻人 英文也都不打地 就是比我想象的 要差很多很多了 就是感觉说 就跟母语说中文的人 好一些 但没有好太多 他的英文算是流利的 好 你要不然就是上了一些什么 那种比如说 比较高等的那种学校 就是你上学的时候 就有这种外教来给你上课 等等 反正他就是 家里的条件 一定是不是很一般的这种人 就是他的父母 绝对跟你和我的父母 是不一样的 然后他在领营上面 所有的简历表 就表示来讲 他其实并不是一个 普通的大学生 而是他有着 长期的多年的 与国际政府打交道的经验 他从2017年开始 他就在联合国的移民局 开始做实习生 然后他那个时候的工作 根据他领营上面写 我不知道有没有夸张的成分 但是大概也不太干嘛 就随便乱写 就是他在上面讲说 他当时去做那个工作 是有队150多名的政府官员 还有60多名移民工人 进行什么联合国 巴勒墨议定书的培训 然后他跟12个领事馆 100多个私营部门 还有两所大学协调 举办反人口贩运的研讨会 等等 反正你就是看他 所有做过这些事 都是跟什么移民有关 跟那个人口贩卖 等等等等 他好像从比较 就是很年轻的时候 他就开始就是专攻 就是做这些事 那么他在2020年 在联合国难民署 也在那里工作 然后2022年 他就加入了一个 在旧金山的 大概北加州那边 一个华人权益促进会 这样的一个组织 那么他在里面就担任了 移民权利的倡导者 那这个组织 就是一直在推动说 就是非公民 可以去投票的这件事情 所以他在那有上班 然后呢 在今年他就变成了 旧金山的选举专员 所以我觉得 这个人的经历 按照他的年纪来讲的话 太不同寻常了 就太不同寻常了 谁20岁出头 没事就什么 跑到联合国去 怎么怎么样 然后你还给什么 多少个国家的 什么什么大使 什么东西培训的 其实还好 因为联合国那个地方 他是有开放他的场地 然后让那些 就是美国大学生 去那个地方做研讨会的 他那个时候不是美国大学生 哦是哦 他那个时候是在香港 中文大学上学 哦 反正就是他一定是家里很有钱 然后可能在校成绩也很好 然后可能可以出来 这个去做那个东西 因为我 我也有一个亲戚 他是在搞这个 之前也是在搞这样的东西的 我觉得他是比较 故意的 往这样的方向去发展 是一个政界 或者怎么怎么样 就是他要累积很多这种 听起来很华丽的 这种背景 或者是经验 为他以后从政 或者是怎么样有预备 那么他正好就是在 旧金山碰到这样一个 华人权力组织 然后他们在2023年8月8号 就通过了 说旧金山是可以允许 非公民 参与公职 或者是投票等等的 这样的事情 那我觉得就他就成为了一个 比较好的人选 就把他给弄上去了 所以其实他之前的这些 准备 或者他的经历 我觉得他是非常故意的 要往从政 或者是什么 这样一条道路去走 不然没事 没人会往什么联合国跑 我年轻时候 我也从来没想过 联合国跟我有什么关系 是吧 真的跟你没关系 真的跟我没关系 我也 这也不会成为我的一个 什么职业选择 你知道吗 就是你想 你会想说 我长大要当老师 当律师什么 从来没人说 我想要从政 或者是往什么国际政坛 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去走 所以他是故意的 就是不知道 他是被组织选中 就是要走这样的一个线路 或者是他们家里人的背景 等等等等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他是被培养成 是这样的一个人 那我对于这个样子的 一个事情发生的话 我们真的是不能怪他 真的认为 OK 因为照道理讲 有智慧 而且严谨的国家 不会被这个样子的东西骗 我们只能怪我们自己 OK 这是对于所有美国人的一个侮辱 这是对于所有美国人的 智商的一个践踏 他领的薪水是我们脚的纳税金 他本来应该是代表我们的 对不对 我照道理讲 政治人物是代表我们的 对或者是你在什么选举委员会里 你就代表我们在选举委员会里面 制定这些规则或者服务人民之类的 对 但是他却可以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 来领导我们 然后在选举委员会里面工作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愚蠢的一件事情 这表示我们的国家美国 旧金山根本不在乎选举制度 根本不在乎选举的公正 什么都不在乎 他只要是民主就好了 民主是什么 民主真的就是一个可以随时被践踏的 我们之前在节目里上面也讲过 索多玛 俄摩拉也是民主 要杀耶稣的 OK 给我们巴拿巴 给我们巴拿巴 那个也是民主 民主可以用来做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 民主可不可以做好事 或许可以 但是民主可不可以拿来做很糟糕的事情 民主的确是可以拿来做很糟糕的事情 但这个词被我们塑造成一个 好像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个东西 你反民主的话 你就是反什么反什么反什么 你就是该死 然后你是共产党 你就是敌基督什么的 各方面的民主其实并不是一个 很符合圣经的一个制度 而且反而是非常非常不符合圣经的 我们应该要随时打开圣经 看到说神要我们怎么做 而不是其他的人要我们怎么做 我们做任何事情 应该要是以神的标准为出发点 而不是以人的喜乐 然后要有更多的人人的认同 来达到出发点 这个人他可以在美国带领选举 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 他是他的原本的国家是哪里 香港是属于哪里的 对那样 那个地方最民主了 对不对 那个他们的这个 人民代表大会出来的样子 哎 你们的得票率是多少啊 我们都百分之百的啊 OK 不同意的请举手 没人敢举手 就是这个样子的民主 这个就是他们要的民主 现在这个样子的人 在美国的制度里面 在旧金山这个地方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选举制度是扭曲的 我们在乎的是民主 而不是对错 而不是正义还是邪恶 有观众说 你们美国人怎样怎样怎样 我们现在美国不是 美国很多地方是非常非常棒 非常非常淳朴 非常非常符合圣经的 就我们 OK 洛杉矶 旧金山 还有那边的纽约 芝加哥 我们几个智障在这边 毁了美国的这个 整个民选制度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大城市 对我们民主制度的一个践踏 而且太容易被忽悠了 哪怕很多是移民啊 来到美国 像这个人 他说的 他打的旗号什么 就是我们都是移民 我跟你一样 所以你要听我讲话 因为我们都有一样的背景 等等等等 可是有一件事 你跟人家不一样了 人家是美国公民 你不是啊 你不能再拿移民的这个身份 去欺骗 人家已经是美国人 他拿到美国公民 就证明他有资格去选举 你跟他们不一样 因为你不是美国公民 你怎么能够说啊 我们都是 但是你知道吗 这个话说太好漂亮 就是哎 你看我们都是香港人啊 我只要跟你讲一下广东话 对不对 我们那个老乡见老乡 两眼泪汪汪 是不是就上来的这个情绪啊 这个时候大家就会想说 哎对什么公民不公民呢 我这个骨子里 我也是香港人 或者我也是移民 我只要是移民 我就认为你说是对的 不是 他不能够代表所有的移民 他不能够代表移民 他怎么能够代表移民 你现在只是一个 就是暂居者的身份 你可以好好的在美国生活 他能够进到这个选举委员会里面 这种行为是在对所有合法办理身份人的侮辱 现在所有进到美国里面的 从边境走进来的 你不管你是那个委内瑞拉来的 你是什么那个阿华多尔来的 你是海地来的 你中国来 我不管你是从那来 所有这种非法进入到美国的人 你们都是对于在美国正在办理合法身份人的侮辱 就是这个样子 你知道有多少人 哇 真的 大家为了在美国拿到身份 你首先得表明 对不对 就是说我来到这 你不是来这践踏人家来了 就说我来了 你们就必须得接受我 没有这样的道理 你必须要表明一个态度 我是好公民 我来了 我一定会遵守美国规则 我会在你们这好好生活 对不对 我会壮造创造就业机会 我老老实实工作 我想在这追求我的美国梦 然后我们一起来建立一个美好的美国 是不是这样的 那么现在人来了都大小大百的 我住在这 你们就怎么凭什么 那个只会 你不愿意你就走了 对不对 很多人来了之后就开始在这卖餐 哎呀我们那个穿过那个雨林呢 我们怎么 OK I get it 你知道吗 这个穿过雨林这件事情 你从小说里面能看到 你从电影里能看到 这真人穿雨林 这事我还真就是 我很难想象到 我当然知道 是不是很困难 交了很多钱给人设极端 Yes 但是这是在犯法 就跟这个人一样 他犯法了 为什么要这是一个犯法的决定呢 你知道有多少人来到美国 很辛苦啊 待了十年二十年 没有身份呢 然后一直要找一个合法的方式 能够留下来 对不对 那我们办身份也都是这样子 那都是很辛苦的 你妈妈来办身份 都是很辛苦的 每个人都通过 怎么着 你从那走一里 你这个辛苦 你都在那个什么 那个中间那个路上来 你也说你自己辛苦 这不是同一种辛苦 你辛苦你再往好地方使劲着 对不对 你原来也讲过 你妈说为了要能够来美国当护士 然后半夜就一直在那里学英语 对不对 一个女的大俩孩子 你说这是简单吗 多辛苦啊 你这个事的辛苦 常年累月这样累积下来 你必须要有这方面的突破 你说我能够有资格来到美国当护士 美国认可我的英语 认可我的业务能力 你来了时候 你才能来嘛 你才能来说 因为我努力了 我可以给这个国家带来什么创造 所以我可以在这里建立我的家庭 而不是说每个人都像要饭的似的 就我来 我就赖在你这了 反正反正我就一块臭膏 我不管 你让我走 我都进来了 我才不管呢 对不对 然后你得给我吃 你得给我喝 反正我都来了 你看我多可怜呢 是不是那个上帝 那个什么感动我 让我来我就来了 上帝也祝福我 我已经进来了 反正我脚踏在这 你捏我 我也捏不走 你不是注重人权吗 我就不走 就都变成了一个臭无赖 现在 对 然后你还不能说 你说你就说 你怎么没有怜悯的心呢 不要犯法 朋友们 就像你今天看到这个女人 有多么的无耻 多么的可恶 有很多人办 20年身份 办不下来 然后你现在突然 你夸杀 你连个选举全都没有 你投票全都没有 你夸杀 你就上去 开始领导人民了 你领导谁来了你 对 你凭什么领导 对 这就是一种 无视法律 漠视法律 但是我们不能说 针对这种 无视法律的情况 我们还说 哎呀 我们要去体谅他 我们要去同情他 你在体谅跟同情之间 它是有 有一个限的 就我要怎么体谅你 同情你 对不对 你要犯法 你要认罪悔改 你犯法了 你要承认说 我的确是犯法了 这种行为的确是不好 而不是说你犯了法之后 还理所应当的 在这说 怎么着 我就这样的 怎么着办 你说 这样的人越来越多 来到美国 美国会变成啥样呢 大家都来这说一行 追求一个好生活 我不懂了 你说这美国 充斥这么多几百万 这样的人 跑到美国来 你觉得美国会变成啥样 你以为这美国 还是你来之前 听说的那种美国 不会的 不会的 美国 没有你想的那么好了 如果要是这样的人 不断不断的再来 我觉得这个是 非常非常 糟糕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现在 不断的在 吹鼓人民 然后就是 你们赶快来美国 赶快来美国 我看到那个 就是跨过边境那些人 拿着一个旗子 可以 拿着一个十字架 上面写 Basic Life Exodus 还是什么东西的 Joe Biden Let me in 就这样 就这样子一个东西 这样出来 他就这样的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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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觉得这是正义的 他觉得这个是 他们在出埃及 我告诉你 美国如果 想要帮助 这些其他的国家的话 想要让这些国家 站起来的话 想要 不要不断的吸收 这些国家的 劳动力跟年轻人的话 就是把这些人 可以工作 这些年轻人 留在那个国家 让他们去建设 他们的生活 让他们去建设 他们的国家 让他们去做 他们该做的事情 而不是来美国 这边当次等公民 然后呢 住在旅馆里面 然后说 你们应该要为我吃的 给我那个喝的 你看他们的穿着 他们有什么 潮牌 Supreme 然后还有什么 什么之类的 他们是来这个地方 享受生活的 OK 他们觉得 他们不需要工作 他们想要免费的东西 对 然后他们打着一个 这么大的一个旗子 OK Exodus 出埃及记 然后呢 来到我们的国家 然后呢 现在要带领 我们的国家的选举 对 这个不是一个好事 我知道很多的人 看了会就说 他跟我长得一样 他是华人 他好棒 他了解我 我好辛苦 他不了解你 他跟你一点都不一样 你经过东西 他完全没经过 你的移民经验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是含着金汤池来的 他是家里有钱有势 然后去这个 什么 纽约联合国里面 然后这个地方 大摇大摆的 他有一堆的 这个政界 这些朋友 他爸是谁谁谁 我们不知道 嗯 但是 他绝对跟你和我不一样 我跟保证 他跟你跟我不一样 OK 他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在做的事情 我们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变得刚强 然后他在做的事情 是希望有更多的弱者 可以来到这个地方 他觉得 花其他的人帮助这些弱者 是应该的 是你们活该 你们这些公民 你们缴碎了 你就是应该要去做这些东西 他们花其他人的钱 一点都不会心软 因为这不是他们的钱 对他们来讲 这全部都是免费的 全部都是你 我 Falicia 这样子 脑子有问题的人 给他们钱 让他们去使用的 所以说 我们遇到这个样子的人 真的不要觉得什么 哎呀华人之光啊 我每次在美国 看到台湾之光 就是华人之光 亚裔之光 我就想吐 你那个之光 没有一个是光的 而且我觉得 让我感觉到 最寒谋直述的一点 就是通过他这个新闻 我找到了一个组织 这个组织 是我之前从来都没听说过的 然后这个组织 在我看完了之后 我惊讶 惊讶什么 就是它是我目前为止 看到的和知道的 在美国最大的 华人左派机构 很大的规模 非常非常左的华人 他们恨恶保守派 他们讨厌右派 他们恨川普 他们的网站上面 全部都是左到 不能再左的内容 所有 这个美国的这种新闻 全部都被他们翻成中文 然后有中文的携手 在上面写 然后写 全部都是一塌糊涂 左派的观点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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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可怕 这个组织什么呢 叫做CAA 华人权益促进会 这个组织 1969年就已经成立了 那当然 今天的这个 姓黄的这个女生 曾经在他们 这个组织里工作过 那我也相信 我觉得这个是 他们挑出来的 就是把这个人 塞到 这个旧金山的 这个里面去 那他们这样一个组织呢 一直都致力于推动 让非公民的人可以投票 这是他们一直坚持了几十年 他们都想要做的事 就是想要让非公民投票 那理由很简单 就像你讲的 他们有这样一个mentality 就是有这样一个想法 就说什么 就说 我住在这 我有缴税 我不是公民 但是我也要 有权去掌管这样一个地方 我也要发出我的声音 这个就是他们的想法 所以 经过他们几十年不懈的努力 他们在2023年8月8号 终于通过了 移民在旧金山市 可以投票 有投票权的这样一件事情 这是去年刚刚通过 你想 2023年8月8号 半年以前通过的 那么呢 他们也不光说 因为他们的这个部门 应该是在旧金山 但是他们其实是 想要整个 把加州都赶快 要这样给翻过来 所以他们各个城市 这样去努力 奥克兰的选民 在2022年 这他网站上写的 他说 奥克兰的选民 在2022年11月份 已经通过 支持S号议案 批准了移民投票权 所以也就是说 奥克兰 现在应该也是 不是公民就可以投票 然后呢 他说 现在等的 就是说 奥克兰这个城市 必须要通过一个立法 然后让非公民投票 把这个事给编到法律里面 他们 不光除了旧金山 他们已经成功了 奥克兰 要这样的话 应该很快也成功了 基本上就立个法 然后就这样通过 就可以实施了 他们现在还在推动 圣安娜 三大安娜 通过 非公民投票 然后他们这个组织 还写给三大安娜 市议会 还有市长一封信 前面这两段 是大概这么写 他就说 华人权益促进会 在CAA 是位于旧金山的一个 拥有54年历史的民权组织 然后等等等等 他说这个组织 在2004年以来 就一直在旧金山选举中 要牵头通过 实施非公民投票 说这个非公民投票 不能再等了 尤其是像在 圣安娜 这样一个多元化 和移民密集的地方 无论是对于妇女 还有有色人种 还是更近期 这个某些城市的 这个年轻人 以及在加州 被判重罪的假释犯 任何新的选民群体 获得选举权 都非常的困难 然后尽管那些 支持现状的人 对此犹豫不决 但真正的民主 要求那些被统治者 能够参与民主竞争 所以他认为就是说 这些被判了重罪的人 也应该要有投票的权利 其实左派这种东西 永远都站不住脚 就是你仔细看 他就说 什么样的人要有投票 你不是公民 你也可以投票 然后你犯了重罪 就是正常在法律上 就是不可以投票的这些人 他全部都要他投票 为什么 因为他后面讲说 他认为民主是什么 他认为真正的民主 就是被统治者 你看他是统治者 跟被统治者 他让分成建议 他说被统治者 能够参与民主进程 这就是他们对民主的 一个什么扭曲 或者对投票的扭曲 然后写的这样 光明正大 当然了 这个就是前两段 是他们这个组织写给 Santa Anna市长 还有市议会的 这样一封信 也就是说他们 其实目前为止 我觉得他们的计划 是说在加州 各个城市里面去推动 因为加州 华人 这个亚洲人的移民 人口算是多了 所以他要在各个推动 就是说 那有色人种 你看他就说 我们有色人种 我们什么少数族裔 我们妇女 怎么怎么样 什么什么的 就是这移民很多 所以我们要 有投票的权利 这一段非常非常厉害 他们讲了半天 然后什么什么 好像我们正在 就是 把这些什么假示范 这些东西 全部都讲出来 然后他最后一句 竟然是被统治者 就表示说 这些人是被统治的 这些人是奴隶 然后呢 我们要选出来王 然后这些人会选谁 当然就是选我 对我来讲 这就是他们的这个议程 他们的这个 对于民主的 就是他们的议程了 你想这个就是 也是民主党的一个路线 为什么民主党 会一直让这些非法移民 从边境一直不断的进来 然后包括他们 现在这样说 就说都很好听 包装都很好 有什么爱呀 包容啊等等的 其实他们最要的 就是最重要的 这样一个结果 就是让他们投票 给民主党嘛 这些人全部 他们都想要免费的东西 你说这些移民来 我给你免费的医疗 你要不要 我让你孩子免费上学 你要不要 所有东西一切都免费 你要不要嘛 你吃喝都免费 要不要 一个月送给你 八桶牛奶 什么八桶果子 全部都免费 你要不要 要这些人 因为这些人 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他们想要的 所谓的在美国的好生活 就是因为一切东西都免费 那当然这个免费的东西 是你付的 是我付的 是你付的 我们付的钱 给他们这样免费的生活 他们想要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他们来 不是要跟我们建造美国来 那包括他刚才讲到 那些假示范 假示范最讨厌保守派了 好不好 保守派是说 你犯罪了 你就要被定罪 你要进到监狱里面里 可是他们是说什么 说这些重刑犯 也应该要有 投票的那个什么 这些人 只要他们有投票员 他们一定投 全部都是民主党 而且我不是说 给他们牛奶 要给他们饼干 这些东西不好 但是我们的 infrastructure 很好吗 我们的高速公路 是很完美吗 很完善吗 我们的这些建筑 我们的路上 那些坑坑巴巴 这些东西 我们的生活 是很好吗 我们在DNV排队的时候 是非常efficient吗 有各式各样的建筑 还有需求 是在我们的身上的 但是他们去 把这些东西 全部拿去 当罗宾汉 杰富济贫啊 我们是富人吗 他们很多人 比我们还有有钱 你看到很多 现在在领白卡 然后在那个叫什么 那个老人中心里面 他们每回家的时候 都是住百万民屋的 只不过那个 民下资产都 转出去而已 所以他可以符合 白卡的资格 对很多是这个样子的 那这个是非常非常糟糕 这就是人在钻 这个漏洞的一个方式 这些移民是在 践踏我们的 践踏我们的宪法 践踏我们的该做事 我跟你讲就是 美国一开始 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一开始在美国 能投票的人非常少 你需要有一块地 你需要是landowner 你必须要在教会有服事 你一开始的那个 美国投票的规定 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最后呢 就变成说 所有的男人都可以投票 OK 为什么 因为现在这些人 他们的说法是 这些人 国会可以宣布战争 然后这些人呢 可以随便拿别人的性命 然后呢 让这些这个 让我们男人去这个 打仗 所以说 所有男人都可以决定 这个国家未来 要不要去打仗 要去打什么样的仗 所以说 所有男人都有义务 要来去保护 这个国会的 这个 这个 这个里面的思想 所以说 所有男人都要有投票权 之后 女人有投票权 然后呢 黑 那个 有色人种有投票权 现在就变成就是 所有的人都有投票权 所以说 美国在建国的时候 一开始 是非常反对民主的 因为他知道 民主最后一定会变成这个样子 最后一定就是一堆没有道德的人 然后想要免费东西的人 然后呢 来去打 来在民主里面投票 来得到他的利益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 其实就是这个样子 他们为什么引进这么多的人来 这些人 他们不是真的来找工作的 不是说真的来追求美国梦的 不是说真的我想要一个好的未来 他们来这个地方去住旅馆 他们来那个地方去住个什么 那个纽约的那个五星级旅馆里面 然后把所有的人都弄出去 因为他可以去做那个五星级旅馆 然后还可以有那个room service 各式各样奇怪的东西 现在在我们的社区当中出现 他们是来践踏这个国家 而且他们觉得是应该的 所以说 真的 这个样子的情形 我们不要觉得说 有一个华人在里面 OK 还不是美国公民 我们打破了体制 我们打破了制度 我们好棒 我们好勇敢 没有 我们在践踏我们的智商 我们在对着我们的宪法 对着我们过去 为了建国这个文件 死掉的这些人 这些战士 我们在践踏在他们的身体上面 我知道很多基督徒会讲说什么 哎呀你看这个就是制度啊 这个就是服从在上 你看你想想看 这个时候你就服从在上掌权者了 然后他们这个 就是他们在偷渡过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不用服从在上掌权者 这个非常非常的奇怪 我们在上掌权者 到底是这个宪法 还是是Joe Biden跟民主党 这个东西我们是要搞得非常清楚的 我们的神到底是圣经 还是这个世界 这个是要搞得非常非常清楚的 很多教会在这个走线的 这个议题上面 摇摆不定 然后在这个地方 有不好意思直接说 对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你们在拜偶像 你们以为的良善 但是其实 这个是在拜偶像 这个是在拜世界 这个是在不尊重这个神给的律法 这个是非常可耻的一件事情 所以真的在那边支持 然后在那边说 你们赶快来吧 你们来美国有好的生活 然后在那边帮这个走线的人 打广告的这些教会说 你们一起来吧 这些人 这些教会 亲人你们必须要认罪悔改 没有错 他们来到美国 你要帮助他们 但是你没有必要推广他们 不要把他们当成见证 不要把他们当成说什么 哇好棒哦 每个礼拜都有好几十个人受洗 我们教会成长了好多哦 那个不是你 他们只是在利用你 你只是在被利用 你是在被践踏你的智商 你在践踏耶和华 你在践踏在圣经上面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遇到这样的事情都要非常小心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今天这一集的节目 你觉得让非公民去投票 是不是都不是投票了 哎呸他是让非公民 可以去当你的在上掌权者 你觉得这件事情 有没有是对 美国公民的一个践踏 有没有是对那些辛辛苦苦 给自己半身份人的践踏 和通过合法的身份 那么你对现在这个 非法移民走向来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你有看到什么 你有听到什么 你对这个事情怎么看 都欢迎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那包括我们今天 有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讲 我有看到这个华人权益促进会 他们现在正在给 Santa Anna的这个市议会 还有市长施压 给他们写了一封信 作为一个什么民权组织 告诉他们说 你要赶快通过 赶快决定说要让这个 非公民可以投票 这样事情 如果你住在那里 如果你住在Santa Anna 想想要怎么来做 这个事情必须要停止 不可以让他们在一个 他们是有计划的 在整个加州 每一个城市一个个来 你说洛杉矶会不会是 他们下一个目标 一定会了 Fremont会不会 当然会啊 所有这些移民比较多 他们就是专大移民嘛 那所有这些比较大的城市 都会是成为他们下一个目标 那我们来想一下 要怎么预防这件事情 如果你要是知道 说哪一个城市 还有这样的 大概有点这样的倾向 欢迎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让我们知道 然后香港的年轻人 你们如果要拯救 香港的民主的话 就不要来美国 破坏美国的民主 你如果要去拯救 香港的民主的话 你就去香港 去拯救香港的民主 你来美国 破坏美国的民主 You're going to pay for it One day you're going to pay for it 不要觉得你在做一件好事 不要觉得你在什么 为了港人奋斗 这边不是香港 If you want to fight for it Go back to Hong Kong and fight for it 好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利山 我是伊藤 那么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